很多时候,我们会善良地以为,一个人说话难听,只是因为他心直口快,一个人满嘴负能量,只是因为他日子过得不顺,其实,在交谈之中,让对方觉得舒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,曾国藩说过,说话如水,做事如山,言谈之中,往往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,这样说话的人,一定不要深交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嫉妒他人,背后谗言。有人说,世上最可怕的,不是来自于敌人的鸣枪,而是来自身边人的案件,诚然如此,一个狭隘善妒的朋友,远比一个光明磊落的敌人,更具有杀伤力。 你的弱点他了如指掌,你的痛点他一清二楚,他最清楚如何才能伤害你,摧毁你。 有人说,嫉妒是一种恨,这种恨使人对他人的幸福感到痛苦,对他人的栽殃感到快乐,生活中有些人,就是看不得别人好。 你平不清云,他就气得牙痒痒,恨不得把你拽下来,按在地上狠狠地踩上脊脚,你虎落平阳,他就觉得痛快不已,恨不得开平香槟设个宴席,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。 战国时期的庞娟和孙殿师出同门,都是鬼谷子的学生,庞娟早一步出师,去了魏国做军事。 而孙殿潜心向学,跟着鬼谷子深造,某天,庞娟得知魏惠王派人请孙殿出山,才能低于孙殿的庞娟慌了神,他生怕孙殿抢了自己的军师职位,就想法设法陷害孙殿,他先是派人模仿孙殿的笔记,伪造了书信,并向魏王进禅言。 侮蔑他私通敌国,待魏王要杀孙殿时,他又不失时机地假意向魏王求情,要求把死刑变成殿刑。 孙殿膝盖骨被挖被投入狱后,庞娟又假惺惺地照顾孙殿,表示他一定会为他洗刷冤屈,救他出狱。 而他的目的不过是想要得到孙殿的兵法而已。 他暗地里吩咐狱卒,一旦孙殿将兵法写完,就将他活活饿死。 生活中,像庞娟一样的人,大有人在,或许他无法在身体上伤害你,但是像上司禁禅言,让你受辱贬值,故意挑拨离间,破坏你和其他人的关系,甚至为了陷害你,在工作中动手脚,污蔑你并非难事。 你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种威脸,看到你他就会觉得自己未来不可期。 对于这样的人,你要时刻防备,以免自己被陷害了,而不自知。 传播负能量的话,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,他们一开口就是负能量。 或是抱怨蔡家长了,或是抱怨今天公交车来得慢,晴天抱怨太阳太晒,雨天抱怨地上太湿。 每一天的日子里那么多事,但是从他们口中,我们永远只能听到坏消息。 这样的朋友,就像一个负能量收集机器,每天把源源不断的坏消息,坏心情输送给你。 自己过得不开心也就算了,还要搞砸你的生活。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如意,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,生活就像一面镜子,我们用什么表情去看它,它也就回报我们什么神情。 如果我们用乐观的态度去对待,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。 一个成熟的人,能做到沉淀不愉快,乐观面对,一个真的对你好的人,会向你传递微笑和正能量,一天到晚给你传播负能量的人,还是离远一点吧。 嘴里没几句真话,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,酷爱吹嘘,却常常路线,做出承诺,基本不会兑现。 当面说的这一套,转头又是另外一套,满嘴跑火车,你简直不知道它话里能有几句真,你永远都在纠结它哪句是真哪句是假。 然而,无论真还是假,一个总是欺骗,满口谎言的人。 绝对没把你当朋友,朋友之间可以保留自己的小秘密,却不能有太多欺骗。 有的人爱面子,有的人喜欢夸大,但这都不能成为说假话的理由,一个人如果不肯袒露真心,那你也没有必要真心对待他,真诚是交往的基本,那种没几句真话的人,早看清早好,话语展现一个人的性情,言谈展现一个人的品格。 愿你能仔细甄别,与善为伍,与智同行,古话有六不和,七不交,说得非常有道理,愿你能仔细甄别,这种朋友我不要,我也不做这种人。 人前说狂话,与人交往。 坦诚第一,狂傲的,自大的话,说了容易招人厌恶,为了喂饱自己的虚荣,说了狂话,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别人,真是得不偿失。 三国演义中,诸葛亮临终前一命杨仪统兵,魏妍对此不满,于诸葛亮病逝后,率军反攻杨仪,杨仪根据诸葛亮的遗迹,挑衅魏妍,魏妍大喝一声谁敢杀我,后被潜伏在一旁的马带所杀。 我们说狂话的时候,说不定身后也会有虎视眈眈的马带,想要利用你狂妄的心态,一击毙命,说话不要太狂,做人切勿张扬。 见识少的人,才傲慢,会觉得自己天下无敌,见识多的人,会谦卑,更懂得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。 人前不说狂话,暗暗积攒实力,少演一场闹剧,多留一个转身的余地,才大不其粗,鞠躬不自傲,低调做人,高调做事,才是做人的根本。 背后说闲话,职场上有一类人,老板的八卦,同事的秘密,不管是不是真的,都会成为他的谈资。 看不惯的现象,走不近的人,也会成为他告不完的状,说闲话的人容易被人讨厌,尤其是这种背后说人闲话的人。 曾国藩在《家书》中写道,常说是非是,必是是非人,经常爱交舌根,一点小事就当大事宣传的人,必然不是什么好人,心思都放在别人的身上,如何经营自己的美好,口舌只会道听途说,又怎能周全自己的名声。 别人的故事,与己无关,没必要自以谈论,他人的是非,不归你管,没资格妄加评说,静坐长思挤过,闲谈莫论人非,闲话,不主动谈及,不被动附和,保全别人的名声,更周全自己的口碑。 好为人师,爱说教。 学者周国平在《认识你自己》一文中这样写道,有人问泰勒斯,什么是最困难之事? 回答是,认识你自己,接着再问,什么是最容易之事?回答是,给别人提建议,这位西方最早的哲学家显然是在讽刺世人,世上有自知知名者寥寥无几,好为人师者比比皆是。 生活中,或许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人,他们为了卖弄自己的聪明,时常教育别人,对别人的生活和安排,总爱说教一番,朋友东子是名牌大学学霸, 毕业就进入大企业工作,后来被公司派到海外深造了一段时间,回国后升职当上了高管。 一路不断攀升,东子觉得自己是见过世面的成功人士。 开始喜欢给身边的人指点人生,朋友们也曾愿意听他分享经验,但时间长了,大伙发现每次聚会都变成他展示自我,高堂阔论的个人秀。 本来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天,吐吐槽,他却老是以领导的姿态,一本正经地说朋友这里做得不对,那里这样做更好。 最让朋友不舒服的是,有时候他分明不懂装懂,还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。 只要对方不认同他,他就生气,觉得自己好心被当成驴肝肺,让原本轻松愉快的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。 久而久之,大家都开始疏远他,虽然东子没有恶意,但他好为人师的行为,让大家反感,好为人师,其换在好,而不在师。 这样的人,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,轻易评定别人,不管你有没有请教他,他总是用自己局限的认知和所谓的过来人权威,对你指手画脚,他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比别人高明,并非真的想帮你解决问题。 但很多时候,说教只会让人抗拒和厌烦,人生路上,与其好为人师,不如自己潜心修行,唯有懂得保持分寸感,不在别人的世界里横加干涉。 才能拥有好人缘。 印度哲学家白德巴说,能管住自己的嘴巴是最好的美德,表达是一种能力,慎严是一种修养,人活着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,不多吃,不乱说。 与人交流的时候,嘴下留情,事实上,很多灾祸都是由嘴引来的,少说上面四种话,就是给自己积福,凡是能伤到别人的话,千万不要去说,这才是待人友善。 会说话,真的很重要,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学会好好说话,给自己多结善缘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。 点赞订阅 点赞订阅 点赞订阶